大家好,歡迎回到NHK廣東話公視頻道節目《君武器言》 這是第二節 第二節的世界防衛消息,依然有我和V姐,V你好 是,大家好 這一節想跟大家講講日本防衛白皮書 我們今天要解解中國戰機數量之謎 當然大家最關心的其中一個就是殲20 相信大家都不停追這架飛機 說到簽約歷之前,容許我多說少少關於今次的日本防衛白皮書 大家沒有發覺今年的封面相當靚仔 它上面是一個武士,騎著一隻馬 這個山水畫,也有一個挺出名的插畫師畫出來 好像說,這個插畫師近期都相當受日本年青人的歡迎 它的作品,也有很多人會去欣賞 你看到這次的白皮書真是白白色,很漂亮的 就真是有一個很堅毅,你見到它沒有勇士 武士在那裡的情況 中國那邊曾經插過說 哇,你這樣是戰時狀態、打仗、軍國主義 日本那邊回覆,上面是沒有武器的 它不是拿刀、拿劍、拿子彈的 又是呀,其實我們在谷杜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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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 然後打仗,站著飄一下飄一下 它們不是握在手,是插在身上的 沒有的,整件事是沒有武裝的情況之下 所以其實是解得通的 但是有趣的地方,大家對2020年封面 當時的防衛相就是岸信夫,就是另一位 你看到當時的版面是否覺得是相當平和 一片和平的景象 你看到富士山英法 究竟這個是不是國防部出的 即不是防衛省應該要出的東西 所以你看到今年的反差是十分之大 對,我真的差很遠 原來是有這樣的解釋在後面 還有大家有沒有留意,接著我們去觀察 就包括你看到這個位置 講到台灣的位置 大家有沒有發覺台灣的位置 今年是被分割出來的 我有沒有留意到之前是怎樣 今年它真的是專門燈的 是啊,大家留意到今年 台灣是故意和中國的領土分割出來 這樣是見不到的 即是台灣是灰色的 那你有沒有發覺日本是灰色了 南韓、北韓灰色了 菲律賓其他國家灰色了 即是說台灣都是和他們一樣 都是灰色了的地區 就不屬於中國了 沒有說是國家 但是它已經不屬於中國了 哇,今年很大膽啊 是吧,但是你發覺 是不說不像的 就是很細微的東西 另外呢,也都看到這張圖 這隻都是和我們說 有很多中國的武器 圍著日本周圍轉 其實它都是說了 譬如不同的年份 17、19年、20年 都有很多不同的中國的 譬如遼寧號 又或者其他的光炸機 又或者一些戰機 去繞著日本來飛啊 或者航行啊 總之侵犯了它 以前蘇三零是常客來的 但是現在中國 日本市開始厲害的了 可以有窩線10B的引擎 覺得也都相當之穩陣 所以現在派的戰機 我發覺開始派殲16 殲10 殲11都有 新型少少少1B 裝備了國產大航發動機 這個窩線10B之後 就夠膽飛出去了 也都間接證明了 之前的殲10A 其實就真的不夠好 這個是其中一個情況 所以都是挺特別的一個地方 另外呢 也都你會見到 海警法那邊執行了之後 中國這邊執行了之後 哇 真是立刻過來 現在你看到 立刻觀察過來日本這邊 都相當之厲害 其實之前原來見到 它每年都有不少的 那個去年就看到2020年特別多 有333架 差不多每天都有船過來 所以日本都每天幫它拍照 記錄著它 333次裡面 是有1,161艘船的 是相當恐怖的 就是一次來它不是來一手的 甚至乎可能計算次數 所以都挺誇張的 另外你看到 就是這次已經 現在上半年已經去到81次 當然我們不知道它的截稿 就是防衛省截稿 什麼時候 隨便去到3月31日 下面 3月底 哇 那你想想3月底已經81次了 是啊 起碼乘回4 是啊 如果乘回4的話 整件事你發覺 咦 跟去年起碼都持平 是啊 成分4的話 藍隻會就更加多了 是啊 所以怪不得日本那麼生氣 好像越演越烈的這些位置 另外也都看到中國軍費 大家看到它那種飆升的情況 所以你看到日本的位置就是這裡 日本很慘啊 年年越來越少的趨勢 中國就越來越多 是啊 其實都比去年升了一點的 都要的 是不是 立即變騎馬 然後另外看到他們的驅逐艦 護衛艦的情況 所以也都會看到 例如說中國的海軍空軍 其它的發展力或潛艇 你看到去到52艘的情況 說到潛艇 你也看到中國大幅度拋離日本 因為日本其實是21至22艘潛艇左右 長期都是這樣 當然它的想法就是 它始終不需要維持著這麼大規模的水下部隊 其實22艘、21艘都很好用 還有它們是很新的潛艇 它們舊的親朝級 其實比起現在很多柴電潛艇都還要先進 跟著主力的蒼龍級和艦 即是它們的大瓊級 所以都是相當夠用的 但是對著中國當然有一個壓倒性的優勢 所以我們繼續去看 另外一個數字應該大家要關心 就是四代機和五代機的相差情況 去年我們去看它們的四代機的數字 是1080 今年有一點進障 今年好像多了幾十家 多了幾十家 今天我們比較集中講這個籤20 講到籤20 大家又看看這個圖 然後找到我們死下死下的 V姐 這個圖和上年 很難才找到 上年很容易找到這個數字 今年出了一張死人圖 首先我們看看這張死人圖 這張死人圖 我最初找不到的確切數字 我多憤怒 沒理由去年有 今年沒有 對不對 一直都找不到 很憤怒 V姐提醒我 日本人做事 他真的在全部仔細的數字 都是藏在日本版本的 英文版本 簡體中文沒有的 有差很遠的兩本白皮書 不同語言 所以我們最後得出了這個數字 就要來自日本的版本 還要不是在中國篇 是中美篇才會找到這個數字 相當有趣 大家看到左手面 是中國軍機的四代五代機的估計數字 另外就是台灣 台灣和去年都很接近的 325架機 其實它和日本的空中自衛隊比 其實不出例的 它的戰機的數目 其實比日本來說 都不會特別順適的 數量都相當接近 如果我們去看 V姐 看不看到有什麼端危 你看到現在的四代機五代機 如果說中國那方面 比起去年的1080架 就多了差不多 86架機 但是一會兒可以說 其實好像大部分多了 都不是這個 殲20的五代機 是啊 大家觀察 殲10是比去年進漲了20架 蘇27或者我們說殲11 機種真的減少了 是嗎? 減少了20架 因為去年是349架 今年是329架 是不是因為蘇27都比較殘舊 要退役呢? 可能是因為蘇27之前 對上那批交貨 是2000年代鬆少少的位置 現在距離大概十多至二十年左右的時間 所以復役時間都不是太久 所以可能有部分蘇27退役 亦有少許的殲11A 即是我們例如殲11 即是第一批 當時俄羅斯的contract 就說要殲200部機 頭100部是蘇華則 之後100部是殲11 那100部有些退役也不出奇 跌機應該不會跌到這麼多架 所以退役了20架 所以空間又有多些 讓它製造其他機 蘇37和97架跟去年一樣 只要沒有出沒有爛沒有跌 都是差不多的 蘇35的24架 一定是鏡著來玩 所以一定是24架 跌一架都是大新聞 然後唯獨剩下的那3架 就有些變化了 包括殲15、殲16和殲20 殲15也有些盡著 V姐 是不是? 是啊 我們剛才那一節都說過 其實殲15就比去年多了14架 其實李兄覺得它會是上003 那一種B型 還是它比山東號用的 會多了那些 我猜它現在多了一個機 應該要上003 所以舊的機 就玩回廖寧號和山東號自己玩 還有主要做一些訓練 但其實我覺得價值不大 所以那些就應該是古董 倒不如觀察 接下來簽15T 即我們講彈射型 當時的C型 聽說做了兩架 究竟兩架夠不夠他們做彈射用呢? 我相信都夠了 不停在那兩架上做一些數據 接下來會出出殲15的B型 B型正式是003的藍載版 即彈射時的威力可以見到 包括它可以擠到九噸幾十噸油 以及掛載武器那邊 聽說可以掛載接近8噸 就是這樣說而已 我們猜6噸鬆一點點 但是都比現在出色很多 現在大概可能只有兩噸武器 你見威力是大升的 即是以往的三倍 相當之厲害 所以簽15我們都值得期待 現在多了一個機 應該撥進去003那邊 撥到003那邊 你見勉勉強强都可以砌到一個中隊 如果接下來可以上到 大概 即是藍載機我猜 如果可以砌到大概40架至48架 這個簽15的話 都大概可以砌到四個中隊 如果砌到也算不少了 會不會有機會今年內彈射給大家看看呢? 應該不會了 我們估計今年2021年有機會下水 現在看進度相當不錯 因為已經封了頂 擺在藍道 我相信是他們正在來 例如可能要等他們正在來 例如八一建軍節 八一建軍節有沒有機會出來 有點急 十一國慶有沒有機會 又可能會有機會 八一、十一這些位置 我們一起觀察 下水禮會選擇這些時間 都是政治信號 理論上他都準備好 接著要入面做儀裝 即是入面的線路 入面的倉室 如何走 入面的配備 電子零件等等的位置 你預計2022年勉勉強強 開始才可以做海市 中國的傳統是做一年 那年即是2023至2024年便可以交纜 2023至2024便可以開始有IOC的能力 這是我們初步估計003的情況 另外殲16很厲害 上年是60架 今年是150架 想不到他一年可以做到90架出來 真的很快 很厲害 其實做機器 我們經常說做個body 是不難的 對中國現在 航電他們也挺有信心去做 他們現在覺得最難的是引擎 說起殲16的引擎 他們應該全面換裝 就不再用AL31F 那一批的 他們應該會換裝 全部都是太行發動機的窩線10B 他們都只能夠用到10B 10A就不用說了 10B就已經被淘汰了 10B 10C就要留給殲20用 但是我們又發覺殲20只有24架機 是否有少少離奇呢 我看到這個數目也覺得挺驚訝 因為雖然去年它也是估計22架 今年估計24架 即是多了兩架 但是我們不是一向都覺得 殲20起碼有50至100架之間的 那麼日本這次這樣估計這個數目也真是 不知信不信得過它 是啊 但是我們又這樣看 我們先看看現實和傳言差距的情況 如果我們說到日本的情報 我們其實都挺驚訝相信 日本去做這些情報 仔細的情報 也有個說法 就說台灣發覺 日本做情報比自己做得更好 包括他們有哪架機跌了 哪架機維修 出不了他們都知道 彷彿別國比自己國家的戰機更加清楚 根據這些線索決定 其實日本做這些情報都是相當認真 你看它二戰時候做的情報 但是某些情報我們也有懷疑 例如他們沒有一些 你見CIA、MI6、KGB等 我們說對外情報機構他們有欠奉 所以其實他們的情報收集水準如何 我們相信都還是比較可信 另外殲20我們的訊息都是來自於中國當局 其實都不是官媒發放的 很多時候都是其他媒體發放 所以我們都要觀察 包括殲20得到的訊息 第一個就是他們已經裝備了四個空中旅 四個旅第一個叫黃海大隊已經裝備好 那個位置 他們都應該屬於東部戰區的位置 黃海大隊之外 亦都配到一個先鋒強隊 他們都配備了一個旅 現在計算四個旅 中國是這樣計算的 中國的機器我們說 他們的玩法就是一個旅是屬於36架飛機 一個中隊就是8架機 一個大隊就是24架機 所以大家知道一個大隊等於三個中隊 四個中隊加上就是一個旅 如果我們這樣計算 V姐說 你預計36架機是一個旅 現在我們有四個Brigade 是不是 四個Brigade 就是計算這樣計算 應該有144架機 所以他們說自己裝備了150架機 其實聽上去又好像很合理 他說雞姐 但是運篇 可能殲20架是其中的少少 是 我們這樣看 裝備了一套滿篇是另一回事 是啊 就是滿篇的意思就是說 一個女兒滿篇就是36 其實她不滿篇的話可能只有18 甚至乎更少都可以 所以我們去觀察究竟有沒有機會 但是我認為殲20其實這四個女兒都不是滿篇 甚至乎其實根本沒有四個女兒 你怎麼知道呢 但是我們知道他們空軍的第一中隊 剛才那個大隊應該是有的 黃海大隊應該是真的滿篇的 我們相信 如果黃海大隊滿篇的話 那真的是24架機 滿篇不是36架機嗎? 剛才那位興華 一個女兒就是36 但是她這個大隊 大隊是24架的 所以她真的剛剛24架是一個大隊的型號 所以你這樣計算 其實我們說黃海大隊是一個黃牌的 他們的飛行中隊 叫做第一的中隊 但是都未必滿篇的 所以其實可能整件事是有兩個女兒 所以日本的24架 又不可以說她傳錯 但是其實可能我們覺得 中國的claim有150架 和她的24架中間數 有機會會繼續游走 可能有百多架是沒有引擎的 意思是 另外我們也要觀察就是 其實殲20的產量偏低 另外一個說法就是主要是引擎的位 引擎的位置我們觀察就是 第一,她們有一個機器 大家知道她們的編號叫做窩線15 即餓了沒有? 這個窩線15的引擎不停試 2015年是爆炸 這是一個不用公開的秘密 大家都知道 影響了她們裝備五代機的進度 如果你說做AIRFRAME 我們覺得都應該問題不大 以及成飛 大家知道成都飛機有限公司 其實它製造飛機的進度是很理想的 它們一做1200 據說有四條脈動生產線 據說有四條生產線 四條生產線 四條生產線一個月可以做一架 即是一年理論上 夠膽死可以做48架1200 我不會擔心成飛組裝的問題 我只是擔心有沒有東西可以做裝 是呀 Larry兄說到她一年開始做這麼多 但她做了兩架出來 真是匪夷所思 大家要開始觀察一件事 就是1200究竟應該裝備什麼引擎呢? 首先窩線15應該要擁有無期 這個大家都明白 接著她要裝備的引擎 我們有多少個候選呢? 第一個就是AL31 但AL31F似乎他們接下來 中國都不會再進入俄羅斯引擎 因為他們似乎對國產引擎的信心都很大 你看到他們的壽命現在都推到1500小時 他們的間隔維修時間 我們相信應該是200小時以上 應該聽上去都開始有一種自信 包括他們的殲10 他們的殲10是換裝了窩線10B 殲10裡面現在主要是做殲10C 殲10B已經停產了 接著你會見到殲11 殲11最新型的B有機會會換裝 甚至乎有殲11D 然後殲16 殲16也是換裝窩線10B 所以說來說去 B姐你有沒有發現窩線10B應該很忙 是的 所以是否殲20是用窩線10C 是的 這是一個好問題 即是說其實我們要看法 如果中國真的發展窩線10C 這麼好的話 其實現在陸陸續續 我們說的殲20都應該要裝配上去 如果裝配上窩線10C 其實它現在應該不會再有限制 因為窩線10C已經處理好了 機箱、航電都完全沒問題 當然我們第一個問題問 就是你覺得窩線10C的產能是如何 究竟它是否可以一個月做到多少步呢 假設如果窩線10C只是服殲20 那麼它一年可不可以做到 大概是30至50部引擎 但是大家要記得 殲20是有兩部引擎的 即是說 如果你30至50部 你都只是服到15至25架 勉強可以配合到 一支中隊、兩支中隊 甚至乎一個大隊 那麼上限的規模 這個進度又如何會做到150架殲20 於是另一個側面說法 其實它那些不是窩線10C 其實它可能是窩線10B 這個有沒有可能呢? 因為我們聽了窩線10C很久了 是,窩線10C出來大概是去年 念美至今年年頭 距離現在都半年了 但是呢 我們又這樣想 這個日本防衛省這個截稿 V姐剛才說到 截稿呢 有機會我們看可能是第一季的時間 即是三月尾可能要截稿了 接著就四、五月要做Edit 等等去做 所以如果你是第一季做截稿呢 而這個窩線10C 似乎都剛剛是說 由這個一月開始才開始裝備 還有大家不要忘記 這些引擎其實有很多東西 都是繼續要Test的 所以我們相信 如果接下來窩線10C的質量 未必那麼穩定的 都還是有機會有Fructuring 如果這樣計算 產能也會偏低 所以有沒有機會 還是繼續小批量生產呢? 例如說可能小批量生產 是五至十部 甚至乎更少 如果根據這個準則去做 那真的有機會是少的 但是如果用窩線10B去做量產 就有機會做到中國所說 一百五十部就真的不奇怪 不過我們看完 剛才V姐和我們一起去看 那個數量上你又發覺 其實如果要連產到一百五十部 一百五十部的簽二零 你都不是一年做得完 就是之前那幾年 其實做簽二零的速度 應該都不差 但是窩線10B 這幾年我們看到的進度 它要追趕很多機種 包括簽十 簽十一 簽十六 甚至乎簽十五 接下來都有機會 是要列裝這些窩線10B 所以其實你又明白 太岸發動機的產能去到哪裡 窩線10B是否真的很忙 是不是一年要做五百台 這個發動機才搞定 還有很多都是兩顆引擎 一年要做二百部戰機 其實是挺吃力的 如果以一個廠來計 那它可能要開多間廠 故意做窩線十四才行 它開一條線 但它有沒有可能控制到質量呢 所以如果全用窩線10B去做這個簽二零 理論上的數量應該不是那麼少 去到那麼少 我們就想法就是 其實你有沒有機會 國內現在有一個說法 就是它們做引擎 簽十B是第一步 簽十C是第二步 下一步就是窩線十五 所以其實現在正在走第二步 那就是說 如果出了窩線10C 簽二零不肯用窩線10B 就是它減窄 它不想再換 起碼都給我用最好的引擎 我可以等 但我不想再用次貨 即是它會等窩線10C 等窩線10C 等窩線10C 10C又未完成 可能它是可以的 但你要量產重要時間 即是高達做好 你也要等吉武 吉武未做好 你不可以量產到那麼多機動戰士出來 所以你高達是可以的 但你不是價格都高達 你有些是吉武 所以這些位置唯有等 所以就等了又等 等了又等 窩線10C又未好量產 還有可能去到現在7月 有機會量產數字已經開始提升 但是因為折稿在3月 3月那時候 可能真的剛剛做了兩架 就是窩線10C 就是那兩架可能用來測試 接著OK了 就現在量產了 可能那個時候 剛剛做了四至六顆引擎 一架戰機要兩顆引擎 剛剛裝上去試 又OK 可能有兩顆去試 四顆就可以裝備 但其實太陽發動機 已經豁盡全地去做這六個 六顆的窩線10C 而且它的量率又不是特別好 這個量率的意思是 你做完是不是可以的呢? 有機會可能 我假設中國的量率可能六成左右 即是你要做這六顆引擎 你可能要做十顆引擎 才有六顆引擎出來 那你要做十顆這麼高質素的引擎 可能假設對普衛 或者對GE就沒問題了 但中確我覺得是有點辛苦的 那還要這麼短時間做 所以我覺得其實turnout 你說是否只有兩部這麼少呢? 我覺得其實就未必只有兩部這麼少的 但如果你說turnout 我們介乎24至30架之內 游酒看上去又好像比較合理 那可能我們下年再看這份防衛白書 就會見到多了很多部 因為真的量產了窩線10C的時候 是啊 但是也要繼續觀察 還有今年大家沒有發覺 這個黨慶有15架的簽20出來 所以我們有猜測 以往就有5架出來 那其實它5架呢 它不是只有5架飛機的 它5架呢 通常就會有一架在後面 如果隨便一架機突然有問題 就立即補償的 所以理論上如果你看到天空有5架 理論上有一架在後面 如果你天空看到有15架 但是理論上後面可能有2至3架的簽列力 在後面就隨時有問題它就換上了 那就是說你15架再加2架 3架就可能17、18架 那地面呢 又要大概double的數量去做後補 就是如果你上面有3架 下面有6架就有了 那所以你看到15加924 其實turnout又好像挺重的 所以24是一定有的 只是不知道maximum是有多少 就是24的底數來的 起碼有一個大隊 但是一個女都可能沒有 這個又真是很大膽的猜測 別人說裝備四個女 你說一個女都沒有 這個大家都用critical的精神去量度一量 另外千二零 這個產能如果再提高我們都會知道的 包括窩線10C的裝備的情況 我相信千月零都還在等窩線10C 那在引擎三部曲裡面就遵於走入第二步的情況 這個就是我們講到千二零 日本防衛百秘書千二零之謎 究竟的數量是多少呢? 就是今天來到這裡 大家記得幫忙看廣告 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訂閱我們的patreon會員頻道 支持我們對廣東話軍事文化的建築 另外課金可以有銀行、payme和全數塊 大家記得多些comment、like和share我們的節目 你多些comment 我們推薦頻道上會推得高些 可能你看完蕭生、看完其他 可能看細澤等等 你都會見到我們軍武器言的節目都不出奇 要大家多多幫忙、頂力相助 好,我們就這一節的世界範圍消息到這裡 我們下一次再和大家軍武器言 拜拜